张无忌 令狐冲 郭靖 黄荣 这些名字我们都耳熟能详 对江湖上存在的八大门派也并不陌生 那么现实生活中这些门派真的存在吗 它们又究竟分布在我国的哪些地方 今天我们来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少林派与华山派 在西安与洛阳中间 有一条存在上千年 连接两地的小寒古道 少林派的松山便位于小寒古道的东侧 华山派坐落于古道的中部 位于秦柳的北侧 接下来是武当派 它坐落于南洋盆地的西侧 紧接着我们来到黄土高原 空铜派所在的空铜山 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南侧 青城派位于四川盆地的西侧 坐落于四川省独江艳势的青城山 峨眉派位于 横断山脉与四川盆地交汇之处的峨眉山 点仓派位于云南省尔海派的仓山 昆仑派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昆仑山 它们如同雄鸡身上的一片片羽毛 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现在我们开始出发 来探寻这些门派所在的名山大川 首先我们来到少林派所在的中越松山 在距今大约5.4亿年前 由于地壳运动将其推出海面 形成了如今的地质地貌 我们来近距离地观察一下松山 旋转扭曲的岩层和刀锋锯齿般的切面 让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一个久远而浩瀚的年代 从中流过的少溪河 将松山分为泰式山与少式山 女皇武则天曾在此举行 规模宏大的风扇大典 也正因为它的到来 松山有了更响亮的名号 被誉为神岳 紧接着我们来到 位于少氏山脚下的少林寺 这里是家喻户晓的天下第一名叉 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 功夫套路高达700余众 也是中华武术体系中最庞大的门派 离开少林寺 我们沿着小汉古道一路向西 来到陕西省的西岳化山 他南接秦岭 北勘皇位 自古以来就是齐险天下第一山 因为位于地震断裂带上 频繁的地质活动 才造就了华山刀枭斧批一般的山体 武侠小说中所记载的 华山派掌门岳不群 大弟子令狐冲 他们的原形便由此而来 陈湘披山旧母也在这里 仙侠故事的烙印在这里特别深刻 离开华山 我们沿着关中盆地的八百里秦川 一路向西 来到黄土高原上的空铜山 大多数人只是在武侠小说中听过它 但对它的渊源却知之甚少 中国传统的天下名山 在空铜山面前可能都要晚上好几倍 因为它兴盛于皇帝时代 相传人文始祖 轩原皇帝曾亲临于此 也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名山 它也仅邻苦丝绸之路 是七处关中的咽喉要塞 接下来我们来到武当山 同样是一处道教圣地 提到它 我们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蹦出一个名字 张三丰 它东街湖北襄阳 西靠湖北石燕 南街神农架 北林南水北钓源头 丹江口水库 名称祖朱蒂曾派二十万人修建武当 将其作为皇室家庙 并尊为武岳之冠 取名大岳 张三丰在此开创武当派 武当武术 被称为中华武术界之魂 所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之说 离开武当山 我们来到祖国的西南部 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的青城山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拜水独江燕问道青城山 它分为前山与后山两部分 前山众多庙与楼阁 深藏于茂密的植被之中 放眼望去 老君阁月城湖 天师洞上清宫 像星宿一般排列开来 后山幽境更胜一筹 也是我国大熊猫七七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你置身其中 才能感受到 人们为什么会说 青城天下幽 离开青城山一路向南 我们抵达峨眉山 它由四座山头组成 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你所听说过的灭绝师太 周芷若便是来自这里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万佛顶 海拔三千余米 与其山脚下的小平原 峨眉平原 海拔高差两千余米 这里是普贤菩萨的道场 佛教文化 构成了峨眉山文化的主体 接下来 我们将要翻越横断山脉 来到尔海之宾的苍山 点苍派所在地 苍山雪尔海月 这里也是很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苍山的十九座山峰 与尔海形成强烈的对照 点苍七剑 便形成于这风景绝美之处 离开苍山 我们来到昆仑派所在的 万山之祖昆仑山 在昆仑山上 至今流传着玉须宫 西王母摇池等传说 但是它地处无人区 流传出来的故事 神话色彩偏多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看过一天屠龙记的朋友 应该对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印象深刻 然而光明顶 距离最近的昆仑派 有一千多公里 距离最远的少林派 足有三千余公里 来到此处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到达光明顶 已是人混马 伐狐新恋战 所以战败可能也在情历之中 看完这些 你对八大门派是否有一个新的认识 别忘了点击左下角链接 跟随作者一同体验